大陆的评论区总有一些人提出这样的想法 用解放军的火箭炮把台湾火力覆盖 摧毁他们的防御设施和重要目标 甚至不需要登陆就能解决问题 这听起来挺唬人的 但是现实中真的可行吗 首先 解放军现在的主力的远程火箭炮 名字叫PHL03型300毫米火箭炮车 这种火箭炮车于2005年服役 射程最高可以达到150公里 但是 这个射程也只能打到台湾海峡中间的一些小岛屿 比如澎湖 金门 马祖等 而无法对台湾本岛造成有效覆盖 解放军另一个最新的PHL16型火箭炮 虽然射程可达到200公里左右 但覆盖的地方还是有限 以台北市为例 它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是180公里 而高雄港口则是300公里左右 这意味着 只有370毫米口径的火箭弹才能打到台北市中心 而高雄港口则完全打不到 而且 这还要求火箭炮车部署在大陆沿海最前沿的位置 这样就很容易被敌方发现和攻击 那么解放军还有没有能够覆盖全岛的火箭炮呢 请看下一个视频揭晓 解放军的火箭炮能把台湾火力覆盖吗 首先 我们上个视频提到 PHL16型火箭炮 一辆车可以装8发火箭弹 一个炮兵营可以装10辆火箭炮车 一个履积单位就可以拥有20辆火箭炮 这样一来 一次骑射就能打出160发火箭弹 虽然它射程远 可是只能打击一些固定的目标而已 它虽然威力很大 但它毕竟只是一种常规的火箭炮车而已 实现不了精确打击 要想提高精度 就必须在火箭上加装 计算机制导芯片和卫星定位部件等 就比如中国的A300火箭炮 采用了惯性卫星导航系统 实现了火箭的全程控制和弹道修正 这样会使精度提高到15米左右 但是它的代价就是非常昂贵 这也就是为什么 每8发火箭弹中 只有一枚配备了精确制导和定位部件 所以这也就变成了一个硬性的指标 要想提高命中率就必须提高卫星制导火箭的所占比例 但是这无疑会极大的提升武器的价格成本 那么这个方式真的有可行性吗 请看下一个视频揭晓 解放军的火箭炮能把台湾火力覆盖吗 我们的上一个视频提到 如果将PH-16火箭炮全部换成使用惯性或者卫星制导的火箭弹 那么它的精度误差不会超过15米 那么这里有个问题就是 内置了精确制导的火箭弹 请问这和导弹还有什么区别 这不就是短程精确制导飞弹吗 正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 你让火箭弹射程和精度变得跟短程导弹一样 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和精确制导导弹的价格无二 打个比方就是 假如我说1.5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和一个6.0T的双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价格和性能一样 你信吗 台湾本岛目前有14个空军基地 27座军民两用跑道 和数不清的电站等重要设施 因为台湾的防空火力也不是吃素的 如果要确保打击效果 就需要进行饱和式攻击 也就是说每个目标所需的火力要翻4倍以上 这样一来 就需要至少4万枚以上的制导火箭弹 我们知道 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 一共才使用了约3万枚精确制导武器 这里还包括炮弹和炸弹等 所以用这种方式 火力覆盖台等 没等开打 家底就被掏空了 鸡尔